这个节奏我们来检视一下PCB ABF载板这个区块 这个产业上面还是有很多的外资报告 其实先前都蛮看好的 像是星星目标价拉的也蛮夸张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是因为美国要对华为扩大禁令 那这禁令打下去之下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有接触点名到IC设计啦 晶片啦或是D-RAM记忆体等等 那么ABF载板PCB的部分呢 会不会也会有稍微扫到台风尾的状况呢 好 另外一个问题是 这些个股就算是产业前景还是看好 但是它有一大问题就是毕竟也涨多了 那现在有这些国际风险的纷纷扰扰之下 大环境不好之下 这些PCB个股势必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修正 那修正要修正到哪里呢 请教到的是亚洲投顾胡玉堂分析师 玉堂你好 午安 你好 业庭各位问朋友 大家午安 PCB涨多拉回 那一拉回就蛮沉重的 那接下来呢 会因为涨多少 所以有可能会涨多少就修正多少的风险吗 好 原来上第一个 当然我认为目前最大的利空 就是刚刚谈到的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因为在大盘修正的同时尤其高位阶的个股 我相信面临到的一些获利的卖压势力比较沉重 而且高档股又有所谓的一些 我们常讲嘛 补跌压力嘛 毕竟它这一波涨幅已高 所以星星南电景硕在前一波上市场上比较热门的焦点 基本面来看 当然我认为不至于这么快的转换啦 但是就目前的技术形态 以星星来看 今天是一根高档出现的长黑K 那8046的南电 其实形态架构都很像 也是长黑K的一个压回整理 3189的紧缩 压回幅度更深 现在是要回撤到基线附近左右 原来上以这个ABF载板的部分 我会先头证 手中持有的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减码 但是空手者来看 我觉得可以先再等等 因为短线上来看 我觉得这地方不用这么急的进场摸底 可能近在一两天过后再去观察 市场上筹码面的变化 或者技术面上 比如说紧缩的部分 技线附近是不是有支撑 这个地方来讲 我认为先行保守应对比较好 那整体的PCB族群又该怎么样去分区块看呢 有一些原本强势个股 比如说像3037的星星 或8046的南电 其实他们的今天的拉回 但现行看起来还是比大盘来得强劲 但你刚刚也点到 比如说像紧缩 紧缩今天就跟着大盘往下压低 走跌 跌破了月线 那以这样来说是不是也看得出来 在PCB的族群当中也开始在分化了呢 对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强弱的差异慢慢明显出来 那紧缩当然相对是弱势的 因为它已经是跌破月线要回车极限 那比较强势的我倒认为拉回来还是可以留意的 当然也是属于比较有点高位阶的金像电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留意 就是说其实外资这一波都是持续站在买方的 当然或许担心今天的一个拉回 是不是法人有些减嘛 不过它的一个均线的架构 原则上还没有被破坏掉 所谓的破坏 比如说这一波当然你可能要破月线 跟大盘一样嘛 同步走落 但金像电它还索稳于十字线之上 而且它比较特别就是卷值比很高 往往这种高卷值比的个股 其实有时候大盘拉回的同时 这个龙卷的潜在的一些回股力道 对股价还是有称 因为金像电的龙卷余额有两万张 那卷值比是高达56% 这很明显的一个嘎空的一个筹码 所以类似像金像电这种 我倒认为先不必太过担忧 或者是说前一波刚从底部涨上来的 比较上游的像是3645的达麦 今天的回测它是测十字线 而且有收了小的下影线 有点收脚的味道 投信也是上周刚进来 那因为像它的位阶并不算高 以达麦来看是8月中 我才开始做一个带量突破 那我倒觉得类似这种形态的个股 其实拉回来就先不用太过悲观 那这个操作上面 最终的基准点是什么 因为以往这种强势股 我们可能是看五日线嘛 但是有些个股 五日均线你现在已经跌破了 所以下一个关卡防线在哪里 如果以强势股来说 当然五日线破了 像金像电达麦的部分 我觉得就会以十字线作为参考 如果短线 十字线如果明天再没守的话 那些短线的一些操作的话 可能就可以先行解码是比较好 是 非常感谢胡玉堂分析师的解读